请114514号病人到3号诊室就诊 欢迎来到电子医院 请各位病友投币挂号静静等待 赛博医生给抢马上就来 咱们先来一则病例分析 生活在一线城市的超级XX先生 最近通关了老头环之后 突然对所有游戏都不感兴趣了 隔壁一宝都会把自己送出去了 仓库却都是灰蒙蒙的 愣是一个都没有下载 而花了五个W配的高端主机 每天只打英雄联盟 显卡都懒得转一下 如果你现在也面临这种情况 那么恭喜你 这就是最近最流行的赛博疾病 电子养尾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对游戏提不起兴趣呢 又要怎么找回游戏的乐趣呢 今天给强就来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什么是电子养尾 经过最近的临床数据分析 得病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最基本的就是没游戏玩 再次的各位想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玩到自己喜欢的游戏了 现在各大厂商都处于一个没活的状态 每天就要花大饼 夹高 真不如摇俩打火机来的实在 然后就是生活方面 我们的观众都为信息社会的建设性人才 每天早上八点起床 抓紧洗漱吃饭 跑到公司上班 干了一天活 晚上九点回家 吃了晚饭 连早都不想洗 就趴床上了 每周就休息一天 还有洗衣服 收拾房间 买东西 陪女朋友 呃 这个 这个没有 反正就是忙里忙外 忙了一天 根本就没有什么游戏时间 等一下 我藏眼眼泪 我们继续往下分析 这张图是几个月前三零戏显卡的价格 少的溢价两三千 多则溢价小一万 这些天杀的黄牛 他真的 我哭死 他明明可以直接抢钱的 却还要给你一张显卡 最近降价后 还有矿卡危机 稍又不慎 买了的就是隔壁青楼头牌 风险极高 分析完病因 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电子阳尾酸来势汹汹 但也并非绝症 我们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案 首先对于客观的市场 给强一声 我给出了以下两个方案 第一 费尽心力得到的高端配置 除了可以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之外 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 家里有矿的之外 现在的游戏 大部分还跑不满两年前的配置 更别说塞一张4090了 不幸 你可以去看看Steam榜单上 那个排行第一的1060 了解自己的需要 组装一台真正适合自己的主机 盲目的购买高端配件 最后只会变成冤大头 第二就是生活这边 当我们要去购买一款游戏时 一定要先了解一下 就比如奥尔登法环 偏高的操作难度 本身就不适合每一个人 玩游戏嘛 为的就是追求放松快乐 只有适合自己的 才能带来真正的正面效果 不然只能适得其反 科技发展推动生活发展 生活发展影响着我们的发展 在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时 一定要注意休息时间 放松自我 合理规划生活 有节奏的生活 和合理的睡眠放松 才能让我们重拾耐心 没必要每一天都活得这么累嘛 你说是不是 最后也祝大家能够找到 适合自己的游戏 早日摆脱电子阳尾的困扰 也能重拾最开始的那份快乐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RD的一键30 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同时乔提克的置顶动态中 正在送出 价值3万元的RTX4090 加13代酷睿的高端游戏整机 另外还有三个带有交互屏的非制游戏手柄 想免费获奖的玩家 千万不要错过咯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赛博医生Gate强 我们下个聊程 再见